舒威蕾要来找新加坡老公 老子也又是一个甘榜哥 可以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我来新加坡 您是因为 Hello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雷妮小姐姐 今天这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当初决定要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五个原因 你以为我当初来新加坡工作生活 舒威蕾要来找新加坡老公 找林先生的吗 当然不是啦 五年前决定要来新加坡工作的我 从来都没有想过五年后的我 会在新加坡 就是结婚生子落地生根 可是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我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原因是因为 当然是因为money啦 当然是因为要来赚钱啦 当然是因为汇利的关系啦 我觉得这个是十个马来西亚人 有十一个人都是来新加坡工作的主要原因啦 当然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 除了汇率以外呢 我主要决定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想要重新来过 重新出发 怎么说呢 就是你知道 年轻人嘛 就是很容易感情不顺啦 失恋啦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 我把生活过得好像乱糟糟的 心情很不好啊 很郁闷啊 那个时候就很希望生活里呢 会出现一个 就是让日子重新来过 这样子 可是是不可能的 就只是可以把 未来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 可能我需要把现有的状态 现有的生活过得更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最好的方式是 就是换一个生活环境 重新出发 这样子呢 就不会把以前那些伤心难过的事情 带到以后的日子 然后影响到自己的未来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可以换一个城市 生活 最好是没有什么人认识我的地方 然后就重新来过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决定 来新加坡工作生活吧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想要学习独立 我觉得这是很多 我会想要就是去外地啊 不同城市 不同国家 生活的人的主要原因 以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依赖别人的一个女生啦 然后我从小到大 都是跟父母亲住在一起的 然后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就发现 跟父母住久了呢 会很少有自己的me time 就是很少有无处的时间 然后你的时间都必须要分给 可能家人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 会让自己独立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应该是时候 让自己更加的独立了 不应该那么的一直在 依赖父母这样子 然后就决定要来新加坡了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来新加坡啊 就是一个人来新加坡 一个人找工作来interview 来找房子租房 这一些等等的东西呢 都是一个人包办到晚 然后加上我又是路痴 每个mission呢 都是战战兢兢的 可是就这几年下来就感觉到 真的自己有比较独立了啦 然后感觉自己也比较长大了 可是很讽刺的就是呢 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回家 我就特别特别的想家 虽然是希望可以独立长大 可是还是会很想自己的 爸爸妈妈自己的家人啦 那第三个让我想要决定 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原因是 我有考虑到距离这件事情 那综合以上就是想要重新来过 然后想要学习独立生活啊 更加让我决定会来新加坡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星马 就是邻国距离也不会很远 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是住在 柔佛州州州后 从我家乡到新加坡 那个车程其实也不会说非常的遥远 就大概可能三个小时左右这样子 所以你要我飞到欧洲 还是什么大国家之类的地方 我就那个勇气我是没有啦 那时候就会觉得 新加坡算是一个门槛 比较低的一个选择 就是至少你找到一份工 然后你要去那一个过程也没有很难 然后你想要回家想家的时候也不会很困难这样子 而且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就算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还有一个回头路 第四个原因呢 主要是考虑到安全性这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出了名的安全的国家 然后他的这个治安的安全程度呢 在全世界是有目共睹是数一数二的 我自己本身呢并没有长期长时间在国外生活过 所以呢像我这样子就是比较井底之娃 比较刷顾的女生呢 所以想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国家啦 那时候也考虑到就是安全 然后新加坡文化上其实也类似 语言上的阻碍也并不会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新加坡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让我来这里工作和生活了 加上就比较安全 所以家人们其实也比较放心啦 就可以放心让我一个人来这里这样子 其实新加坡算是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这里读书工作 所以还是多少有一些些的噪音 第五个原因呢 我会来这里当然是也希望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啦 像我所说的我自己就是没有在外国长期生活过 然后自己又是一个干风格 然后就会想说可能要来一个国家来看看一下世界这样子 然后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小红点是一个小国家 可是它算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性的国家 在这里你会就是看到有来自不同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啊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除了工作以外可以学习到的一些生活技能这样子 新加坡是一个你需要你一直不断的去求心 精益求精 然后一直去学习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我觉得这里的竞争能力很大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年轻很多东西不会 所以可能这个环境可以逼自己 就是去学习一些更多东西 让自己的这个竞争能力 自己的skill呢可以更加的进步 顺便看一下自己在这样子的环境 可不可以生存下来 以上就是我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五个原因啦 那你本身来新加坡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交流 喜欢这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啰 拜拜